社署表示 幼兒中心督道組督冊在17號 到荃灣羅氏基金護幼中心K宿舍 進行突擊巡查 翻看閉路電視片段時 發現一名職員懷疑虐待一名男童 男童已送院檢查 攝氏職員被暫停職務 處方又指 於日前完成檢視中心其他兒童 確保安全和健康情況 並已要求機構調查事件並提交報告 人際醫院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 社署17號抽查期間 發現本月3號 一名特殊幼兒工作員 在平復一名四歲兒童情緒期間 懷疑曾使用不合當的動作處理 攝氏職員正在休假後查 局方稱事件已交由警方處理 現階段不便評論 警方表示 事件由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人員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這次事件是本港2個月內 有第三間兒童院舍 出現懷疑若疑事件 在本月初 大埔特殊學校康治叢領第二校 被指有職員懷疑若疑 而銅鑼灣補糧局嬰兒組 劉叔幼兒中心則於上月下旬 爆出懷疑若疑個案 中興會議員 警方及康治叢領 公司農替補糧